再来我们要关心国际间的大事了 俄乌战争在昨天24号这一天 已经一周年了 中美的官方都认为 俄乌双方是要以谈判的方式 赶快来结束战争 但是这个促团的手段呢 却是大相径庭 像是美国方面表态 他们是继续要军援乌克兰 以武促团 但是中国方面则是一贯的 说他们希望俄罗斯跟乌克兰 能够用和平和谈的方式 来解决战争 俄乌开战中年 俄军集中火力猛攻乌东 乌军声称在一天内 就击退了俄军90次的攻势 不定誓言要继续攻打乌克兰 但花费可是高的惊人 过去过去一年已经花了9兆美元 大约273兆台币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 光是一天的军费 恐怕来到268亿台币 两军持续激战同时 连接俄罗斯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 克里米亚大桥全线通车 克里米亚大桥在去年10月爆炸 造成了部分桥面坍塌 这一座桥对俄罗斯来说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悬载这时通车 似乎具有绅士的意味 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 大陆外交部提出了 政治解决的12点立场 包括尊重各国的主权 停火指战启动核台 以及停止单边制裁 并提出减少战略风险 强调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习近平主席提出 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 三点思考 深刻指出 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大国对抗必须避免 中发强调 将会继续致力于劝和诉谈 中国声称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却肆意侵犯别国主权 还拿台湾问题做文章 这种双重标准 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抵制和反对 基辅也在周年当天 举行了纪念仪式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强调有信心战胜而军 同时希望能跟北京进行会谈 记者 中国报道 好 另外是这个 大陆的外交部 在24号的时候呢 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有12项的呼吁 那这个对此呢 纽约时报驻北京的 资深特派记者 楚百亮就认为 大陆这次声明内容呢 其实就是老调重谈 重复的喊话说 停止这个停火止战 启动和谈 保护平民还有战服 那这些口号 事实上是未能提出 实际执行方案的 同时继续回避 入侵还有战争等敏感字眼 所以怎么样 有说等于没说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大家很关心的是 台湾的安全 因为现在美国传出了 毁灭台湾的言论之后 包括了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 甚至讨论到台湾沦陷后的世界 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开始公开质疑 拜登是没有办法防卫台湾的 那这些迹象难道显示出来的是 美国早就已经打定主意 想要把台湾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吗 两岸情势紧张 美国华尔街日报更报道 美军将增加在台湾的部队 几个月内派一到两百人来台 比一年前的三十人暴增四倍 更有美国官员说 美军帮国军训练就要阻止大陆入侵 跟美方之间的一个交流 一直没有停过 但是目前没有驻军的问题 再传出拜登的毁灭台湾论号 前立委爆料夏威夷太平洋论坛 讨论的竟然是台湾沦陷后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更有文章 质疑美国战略准备不足 无法提供军备甚至防卫台湾 或者质疑为何美国不是担心 菲律宾或日本沦陷 这些迹象难道显示 美国真要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台湾就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乌克兰 美军是没有胜算的希望 他们通常都做最坏的打算 是没收台湾的外汇存底 摧毁台积电 美国的盘算当中 民进党政府要装容作哑 大陆说台海一旦开战 共军会超猛烈 缩短战争时间 台湾到底能不能守住两周 国防部长信心满满 我讲这个意思 他不可能在一两周以内 那么快速 我已经讲过了 他们反而出来枪炮一直想到 我们就奉陪到底 当年美国主楼媒体都怀疑拜登 蔡政府呵斥台湾人 不准质疑美国 这是为什么 台湾人不需要当美国跟董 赖清德说不准疑惑美国 美国人自己在怀疑美国 到时候死的是我们 美国人可以讨论 美国的媒体可以讨论 我们台湾人不能够讨论 台湾人不能够讨论 是说因为我们怕 伤害美国人的感情 但是我们都要死了 我们都要上战场了 都不能够讨论 还要怕伤害美国人的感情吗 多少美国人怀疑美国政府 光出兵的决心 绝大多数美国人 也不认为 美国会来出兵台湾 拜登把美国百姓当主人 蔡政府却似乎 总把美国当主人 难道非得等到选举 执政者才知道 谁是你的主人 记得张正敏李一璇台北报导